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谭松韵微博发文配图,图中偶遇一道彩色的光。 前几日,谭松韵的新剧《你比星光更美丽》官宣开机大集,几位主创的开机照片也流出,这次谭松韵和徐凯的CP还是挺让人期待的。 2月15日,谭松韵微博发文配图,图中偶遇一道彩色的光。 粉丝从服装分析,应该是在拍摄的附近。 因为当日谭松韵的饭拍声图流出,和她的衣服一样,就是在拍摄地附近抓拍的。 图中,谭松韵也是惯常的可爱,又做起了鬼脸,瞪着眼睛,嘴唇微张。 大家看看哪里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艺人,分明是还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呀。 新剧中,谭松韵将和自己的老搭档和瑞贤再度合体。 众所周知,当时的热播剧《以家人之名》中,谭松韵的李尖尖有一位高中同学和好闺蜜唐灿,虽然戏份不多,但是非常漂亮,也是非常出彩。 这次,两人将再次合作,看看这对好闺蜜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 同时,两位美女颜值也是让人期待,因为大家知道,谭松韵是有名的童颜美女,好像永远长不大,何炯就曾评价过,她是一位好像永远眼高中生都不违和的女艺人,而何瑞贤则是妥妥的一枚明艳美女,截然不同的风格呀。 是不是很期待? 同时谭松韵和徐凯的CP也是期待满满,网友调侃说是史上最萌身高差。 谭松韵个子不高,娇小玲珑,徐凯可是做过男模特的1.85的身高啊。 这身高差还真是让网友说对了。 就在去年的热播剧《向风而行》中,王凯和谭松韵的甜蜜CP,就让大家觉得一个高大一个娇小了,王凯的身高官宣是1.80。 这又高出5公分的徐凯,可不是妥妥的最萌身高差吗? 不过话说回来,从流出的开机照片来看,依然是很养眼呢。 前段时间,两位主角的粉丝们还来了场方位战,大可不必,两位都是人气较高的艺人,这部剧的题材又相当吸睛。 都市、偶像、职场、励志、爱情、创业,囊括了这么多热度因素。 再加上谭松韵的良好观众员,两位的超高人气,额场都提前预定了,应该会是火的前奏。 至于剧情,是我们的谭松韵激情创业,遇上了腹黑投资人徐凯。 最最终肯定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 不用过多剧透,不然看剧就没意思了哈。 谭松韵出品,虽然不是很高产,但是质量都是上乘之作,收视率都很好。 这次,应该会更上一层楼吧。 喜欢谭松韵,永远长不大的清新女孩。 励志剧《向风而行》由王凯,谭松韵领衔主演,刘畅,燕子东,邵宇期,周琪琪,波子成等主演,刘军,程太深特别出演,登陆山东卫视花样剧场。 该剧讲述了以颜柯自律著称的陆航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,王凯市,与性格洒爽不羁的承销,谭松韵市,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突发航空事件,两人共同携手绝地反击,化险为夷的故事。 难得萧婷CP可甜可咸。 谭松韵饰演的是飞行员程骁,果敢,洒脱,有拼尽,在职场中受到性别歧视时毫无畏惧,维护自己权益,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一位女性角色。 王凯饰演的顾南亭,是一个强迫症的完美主义者,严格但不失温度,充满了科技的冷漠。 在工作中是一位魔鬼教练,严谨两字处处都要贯彻,甚至生活里也是一样,头发徽张首饰被子。 在感情中只要认定了,也是全身权益投入的痴情人士。 对于顾南亭的微表情、动作,乃至台词,王凯都把握得恰到好处。 有言有言,难得消停CP可甜可咸。 开河有度,展现工作和生活的底色。 该剧聚焦航空行业,把一代航空人的精神印记浓缩在了一帮充满热血与梦想的青年身上,全景是展现出当代社会与镜下航空人所展现出来的责任与热爱。 在为观众展现航空行业的真实现状的同时,让观众随着主人公一起完成职场上的成长与蜕变,最终得以实现心中的梦想。 开河有度,剧中没有一味的拔膏,工作和生活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底色,并没有五花八门的过分炮制渲染。 就算是飞行员高薪职业,也得攒钱买房,付出与花费总是有依据的。 心存敬畏,行稳致远,冲上云霄,向风而行。 励志剧向风而行登陆山东卫视花样剧场,心怀长空为爱翱翔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